各位网友大家好 自從英國下閘 有人說拔草割韭菜之後 可能有很多人重新審視一下 究竟會不會移民英國 但是有人說不是的 移民英國好 移民英國好 移民英國沒得頂 好事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 但是經常都說 有些慘事你就未必看得到 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一些移民英國的慘事 還不是一宗連環爆 真可憐 請大家給個讚好支持一下 看看究竟有多悲慘 真是嚴重 其實老實說 世事豈能盡如人意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但是不如是 是不是十常八九呢? 這次有人分享一宗真人真事 就說一家四口移民英國之後 真的好像是時辰八字不多夾 風水不好 他又很吵 原來是 可能他自己走錯路 生得不好 究竟有什麼事呢? 我們一起跟大家看看吧 有人分享他有朋友 移民英國後的生活慘況 聽完之後可能你隨時都呆了 提及到他朋友一家四口去年移民了英國 有一個男的男士 原本是做會計的 類似的 女士是做幼稚園教師的 幼稚園教師 也不是特別的 當然了 比起中學教師、小學教師 或者大學教授 幼稚園真的比較幼稚園 那兩位人士去到英國就做不回路本行 找不到工作 其實這也是很正常的事 很多人去到英國都未必找到 你不要想著 我在香港專業的人士 去到英國也是這麼專業的 但是別人看的東西是很不一樣的 你在英國做過事就沒有 在香港有50年經驗 我做人都做了50年經驗 這樣行不行呢? 不行的 所以你能明白到 這是資歷架構別人承不承認的問題 當然你說到你在跨國企業 在亞洲地區的大支野 你去到歐洲 會不會繼續大支野呢? 未必的 歐洲支野更大一點 可能會困過才知道 其實是困難的 是困難做回路本學的 結果那男就去到外賣 好像香港那樣 做美團 餓鳥摩 什麼紅貓袋鼠那些 誰不知 你做外賣也不要緊 職業無分貴賤 經常都說 馬死落地走 明明是一個會計師 變成一個外賣師 不要緊 大家都是師 但是有一次 這位男子說送外賣的時候 就被當地的同黨老粒 糟糕 老粒 別動 打劫 打劫不要緊 不要劫色 不行 有人說 不是劫色 貪你嗎? 瘋了 但是要打斷他的腳 糟糕 真是打斷他的腳 你想想 他踩單車送外賣 沒有腳 怎麼踩單車 陰共住 搞到要停工 唉 真是何必 這些意外是悲劇 真是悲劇 就算不要被人打劫 有什麼意外 炒車 撞傷 哈花碰撞 你馬上手停口停 香港有基層人士那種 賺食 悲慘的情況 其實放諸世界都是同一個道理 有人覺得我不會掉進去 基層賺食的空間 當然 有人說 別人都可以 我為什麼不可以 我們經常都說 每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你怎麼知道別人的情況是怎樣 別人打風流工呢 以前經常都說 我幾千萬還沒開頭 去英國 我純粹消磨時間而已 有些人真的 當然是 方便一點 可以申請一點 快一點 因為你在那裡找到工作 開戶口 搞其他 Kick Clark 都方便 快捷一點 認識人也好一點 靠不靠女兒也好 找多少次無所謂 隨便吧 總之不是殺人放火 我都做了 那一種 你以前在香港做什麼 我收租的 或者是Kick Clark 是硬腳的老闆 你都做了這件事 有些人會這樣想 你看看別人做老闆 過了英國也是打工 還要做基層藍領的工作 我為什麼不行 大家可能會突破 衝破了這個心理障礙 覺得別人都是這麼糟糕 我也一樣可以做糟糕 就是這樣而已 但是他沒想過 原來背後別人風光過你千萬倍 別人比你好千萬倍 但是你自己就很糟糕 所以其實你不可以用這件事去比較 當然你從正能量去思考 你就說別人都馬死落地走 我也可以的 你可以鼓勵自己 免勵自己也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知道真相之後 隨時你自己哭 好了 他不要緊 送外賣 但是不幸就被人弄斷了腳 搞到老婆要出來養家來頂 哇 你想想 本來想著老婆不用出來見人 是不是 但是現在老婆要出來 出來拋身出來 不要想到這麼壞 拋身出來 就是要出來做工 找到一份 我也未必頂得順的工 就是逃房工 天天湯牛 你想想 他本來是教小朋友的 充滿愛心的 吃蜜蜜蜜 是不是 A 很可愛 但是現在變成了 每天都要拿刀 你看看 幼稚園女教師 拿刀 現在變成了 波蘭街十三妹 她說不成功 不成功 劈牛 在那裡拖牛 滿手鮮血 她說這位女士 立即情緒不穩定 好了 更瘋的一件事 兩個兒子 就讀當地的中學 就說第一天上學 那些同學兒子 來一口試試一下 看不看嗎 嘩 HIP HOP 那些YOU 就說對他吃大麻 嘩 糟了 媽媽心想 我兒子被人教壞 立即吸毒 嘩 搞不成功 媽媽知道哭了一整晚 唉...真可憐 好了 接著就說到 這位媽媽 每天打回問香港的朋友 就說 其實他們移民英國是不是做錯 更加對方有 致殘的傾向 而在香港的朋友 都不敢 不聽她的電話 怕 因為一次 不聽她的電話 怕她而做傻事 每個人都很辛苦 搞不成功 因為又有時差 又說成成 對吧 所以其實 這件事也很老實不客氣 你說真也好 假也好 唱什麼什麼 沒有的 等同而已 有人說現在香港公司 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這樣的 其實有時候有些事 你不願意聽到 你不想看到 其實做人也可以很開心 很正面的 這件事是我們必要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把問題藏起來 就代表沒有發生過 不是的 這些事情我們更加要看清楚 你說多可憐 香港明明不需要體力勞動 用她的技術 她男的 即是她老公 用她的知識領域 去賺錢 但是現在她也要輪落到 真的要去踩單車送外賣的時候 可以看到當地的環境 未必你這麼容易可以投入進去 好吧 這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更加有些人想著移民 就去轉換一個新環境 但是其實 原來 報出一個恐怖的事情 究竟是什麼呢? 真的 這些隨時本來不動 一動就原來出現了 隨時離婚收場的事情 這次的例子 就是試過有香港家庭計劃 用太空人的方式移民 大家都明白什麼叫做太空人 其實這個詞彙在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已經有了 就說 老婆先頭部隊 跟兒女一起去英國 父親的丈夫 遲一兩年才動身 好了 有人覺得有古怪 究竟有什麼古怪呢? 因為有人在網上求救 老婆帶著兒子 先申請BNO visa 老公遲一兩年才申請 就算老婆足夠 五加一 是不是要等老公 即是叫做 救了五加一才可以一起申請入籍呢? 當然啦 有人說哪能回答你呢? 你自己問官方吧 重點不是在這裡 重點就是在後面 大量人士覺得這件事有點鬼 為什麼丈夫要遲一兩年才動身呢? 推了老婆 推了兒女去英國呢? 會不會其實某程度上 丈夫在香港已經收了一件呢? 有人就覺得 他說不要的 千萬不要這樣做 到最後 都是離婚收場 甚至乎是失敗收場 悲劇收場 為什麼? 因為有人自身的經驗就是這樣說 他說 試過獨立申請 但是不夠一年 變成是談什麼呢? 賤養費 這麼嚴重? 因為異地嘛 你有你的生活 你就照顧小孩 你想想在香港賺錢 沒有網管 北上消費 對呀 煞煞滾 有人說 方方中在香港 每晚晚晚晚晚晚生哥 家人又沒有人看著 要晚晚拖女兒上去睡 真的大覺睡 大腿感過頭 第二天就找另一個來診 哇 老婆 我沒有的 還要騙一些小女孩 騙一些純情女孩 有些賤男是這樣的 對呀 還要這麼大間屋 很棒 一個人住 可以不就有空我上來 對呀 你可以上來 他心想 老婆也在英國了 兒女也在英國了 不怕了 你想想他真是齊人之福的 飽的 有人分享 試過有朋友這樣做 就說未夠一年離婚 是的 有人覺得這根本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你老公有這個想法 根本是有人覺得想丟下老婆子女 搞離婚 當然我覺得這種看法是未免太偏激的 這種看法就是 可能別人真的談好了 為他老公在香港賺十萬八萬一個月 他多賺幾年錢 他老婆過去 住住也不出奇 總之你有錢給我的老婆沒問題 沒有問題 你有家給我住 是不是有錢給我住 在英國的 大家風流快活 大家互相風流快活 當然有人其實也是 覺得同台吃飯 各自修行這個道理 你不明白吧 但是 凡是你悲觀而已 但是這些 情況這些例子 看來比比街市也會有的 所以究竟移不移民 如何移民 如果你根本未准备好的 為移而去移 感覺上 真的不好 整件事都是悲慘收場的 你看到這些不同的家庭 雖然說家家有一本《難念的經》 無論你有多專業也好 當然你最終終極的一個方法 就是很有錢 很大塊錢 而這塊錢你不是放在香港 因為遲早被人割了韭菜 這塊錢跟著你走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放諸世界 哪個地方都好 你也是足以教你生活 教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你可以有一間屋 每天不用想 我也不想做 好像有人唱歌的 好像中了頭獎一樣 每每天都很舒服 旁邊的鄰舍 又剪草你又剪草 那你就沒問題了 如果不是 你去到優柴優米 甚至乎又要為小孩而奔波 好像加拿大那些事件一樣 那何必呢 這件事反而會更加辛苦 更加不開心 所以其實這些悲劇事件 有時候去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也要面對想到 有人想多想 怎會有這些事實 放在眼前的時候 不得不提防 不得不去考慮 我們真的要多想幾步 究竟遇到這些事 你又會怎樣呢? 是否值得你這樣舉家移民呢? 這集整天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